一名來自美國 俄克拉荷馬州的13歲的少年 日前成為了史上首位通關 原版俄羅斯方塊的玩家 請不要爆炸 我的天 我的天 我無法感受我的手 我無法感受我的手 這位名為威利斯·吉布森的少年 上傳的錄像顯示 在經過近40分鐘的遊戲後 他成功把任天堂版俄羅斯方塊 玩到第157關 之後遊戲突然當機 分數定格在999999 屏幕上方再無方塊掉落 這款經典遊戲就此被吉布森打通關 創造歷史的他激動不已 雙手抱頭 心情久久不能平復 據了解 吉布森在2021年 成為一名俄羅斯方塊專業玩家 每周會進行約20個小時的練習 這是任天堂版俄羅斯方塊 溫室34年後 首次被人類通關 此前 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做到這一點 鳳凰威士綜合報導